听说BQ40出柴油板自动挡了 今年从西藏回来 一路上我看到了很多的BQ40和坦克300 所以我今天就来看一下它的新车 大白丸子还没有出手 我就按捺不住机动的心情 今天终于见到真车了 21款BQ40全系采用磨砂机 开始起来更霸气 2.0T柴油发动机 配合8ATXF变速箱 动力十足的同时 又能保证很好的燃油经济性 内饰虽说不是很精致 但这毕竟是一台硬汉越野车 能有这样的水平也差不多了 用它拖一台房车应该绰绰有余吧 好了我现在已经到了展厅里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比较中意的BQ40 这是柴油板的 这个颜色好帅 现在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柴油板BQ40的内饰 然后这也是一辆新车 暂时没有办法试占 这个视野前面就是比较高 就是宽得很 然后跟大白比的话 大白前脸比较短嘛 个子稍微低一点 太高一点就能看到 这个座椅是皮革座椅 他们还有布椅 这是要加钱的升级款 等那个销售小哥过来 然后把这个打着 然后让我听一下这个柴油跟汽油的那个有啥不一样 大概能看到这个做工整体还行吧 真的是咱们的国货越来越好 现在感受一下后排 一万斤重的人上来看一下 看下来 小短腿 后排不是特别的宽啊 看我做好以后 一个手掌就够了 然后这个宽度的话 就是一般吗 正常车的那种 小哥来了 看小短腿刚刚好 这后排的这个感觉呢 还是有一点拥挤 现在车辆是发动着的状态 大家听一下 这个 这里面的升级不大 这个是两区和四区的 主要就是两区和四区的一个切换 就是如果是正常咱们铺装路面就两区就行了 你一路呀或者是湿滑路面 包括可以切换到四区4H 然后脱困的话可以切换到4L 然后这些就操作电子手刹这些的作业加热 这个油耗的话大概是多少 柴油的基本上油耗是 基本上一公里就在五毛钱 百公里就能大概就是个九升油到八升油 那个汽油的那个 汽油的基本上一公里就在七毛钱 BQ40目前没有任何优惠 20万出头的价格 快给我买辆C型二手房车了 这款车外形着实让我着迷 可惜内部空间略显局促 而且油耗过高 如果再拉个拖挂的话 一公里妥妥的一块钱 市面上能买到的柴油款二手车也相当的少 而且还是手动挡的多 看来无缘了 还有啥车让我能考虑拉拖挂呢